賴清德總統陳說 要不分黨派 不問何人 只要涉及非法 檢調都應該查辦 誤網誤眾 這句話我認同 所以在這邊我要先肯定 就是我們的鄭明謙部長 為什麼 因為鄭文燦涉灘案 已經案經七年 邱泰山不敢辦 然後蔡清祥不敢辦 最後鄭明謙 當部長之後 然後檢察機關終於動起來 今天我給鄭部長一個肯定 至少顯示你沒有押案吃案 至少此時此刻 當然外界有很多 一些所謂的政治陰謀論 有人也擔心 今天辦這個案子 七年前這個案子到現在辦 可能會雷聲大雨點小 請問院長 你對於我們的檢察機關有沒有信心啊 會不會雷聲大雨點小 部長 除了尊重之外就是 按照證據跟事實來辦案 這個才重要 所以說明是時候